那我就說 可是那時候不是一樣要報案嗎 講著講著 他才說 那不然你可以報案 你就是110報案這樣 那我就說好 可是我沒有手機 律師到派出所請求協詢手機 卻被要求在現場打110報案 就是我的iPhone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我其實是依靠這個東西 去找到我的手機的 為了找回自己遺失的手機 律師到轄區派出所報案 沒想到明明展示手機定位 警方卻沒有要幫忙到現場找 就把那個車行的電話給我 跟我說你晚一點 可以聯絡一下車行這樣 我當下當然沒有覺得很好 可是我也就接受 律師陳夢秀說 自己先前深夜應酬完 用手機叫車 不小心把手機吊在車上 打開iPad尋找功能 發現手機遺落在新北中和一帶 前往住家附近派出所 遠景先是叫他回去等客服聯繫 第二次又請他現場打110報案 但人已經在警局 為何還被要求打電話報警 透過這110 就是說追蹤的方式列管的方式 能夠找到中和明確的轄區的點 這樣子就能夠真實實質的幫助到民眾 最後律師靠曾經擔任過警察的好友 實名警幫忙 才終於找到手機 警方也表示正常SOP民眾來報案 執勤員警一定要成立報案單 承辦員警沒有落實未來恐怕面臨懲處 今新聞劉沛洋仁敦採訪報導